薪資200萬 200萬元的話就屬於我們的海市優先權的第1順位啊 那B的部分呢根據銀行的部分有一個抵押權 優留底 好那第3點的部分呢修繕費用還有一個流制費30萬元 關於流制費的部分 是海市優先權 流制費跟抵押權 那知道好定性以後呢就開始看我們的順位的部分 那順位的部分呢根據我們海商法的24條的第2項還有25條 可以綜合去比較到我們現在的順位就是優留底嘛 所以第1個海市優先權的部分呢 全部都是24條第1項的部分神聖債權嘛 所以神聖債權的部分有關於這200萬都優先的獲得賠償 那接下來剩下的部分才可以流制權 最後呢才是我們的抵押權 那總共呢我們的船價主義嘛 所以他總共的金字的部分呢 就只有一千萬 那一千萬扣除了200萬跟300萬 剩下的部分只有770 770萬元的部分 但是呢 我們現在抵押權總共有一千萬的部分啊 那就只 針對 770萬元的部分獲得賠償 那剩餘的部分呢就沒有辦法獲得清場嘛 因此 所以才會有我們海市優先權的重要性 也就是這部分呢 賠完了以後再 後後續續的去做一個清場的動作 所以順位的部分才會有它的重要性存在 所以最後的 B的部分呢有沒有辦法完全的獲得一個清場的動作 沒有辦法啊 但是他就是一個扣除的動作 好這是我們99年高考法治的題目 也算是我們一個基本的 提醒喔 好我們接下來看 所以 考這種有關於海市優先權的部分就是 先決定性 然後呢我們再一個一個去討論它的順位 都是這樣子的考點喔 好一百年北大考題 南韓籍的化學輪 珊瑚兄弟號來把兄弟兩個字圈起來 因為他等一下會有另外一艘船 好就是4年10月10號的時候呢 再往了本 本圈起來 這個部分呢發現好像是化學污染的感覺 特別圈起來 然後他開往高雄港 經過了桃園外海的時候的移動追撞 圈撞特別圈起來 這個部分是傳播碰撞嗎 他還不知道啊繼續看 翻覆了至新竹南寮 漁港外九海里 果不其所然 這時候所在的化學物品呢 他就溢出了造成嚴重的污染 來這邊化現 這時候 化學污染的部分呢 有可能屬於我們24條 所列的債權 有可能啊 我們繼續往下看 這時候呢 公司未依照規定呢 採取防護的措施啊 排除啊 減輕了海洋污染 環保署 這時候有人跑過來了 還記得嗎 這時候如果你沒有自行清 一定有公權力的介度 環保署就跑出來說 於94年到96年之間 違反海洋污染法 三十二條 第一項的規定 什麼樣的規定 應該知道 但是呢 他根據了第四十條 要儲了 7950萬元 他就罰了這些錢 把這些錢圈起來 這些錢要不要 主張什麼 傳播受人責任獻價 等等的 這部分可能會有疑慮 珊瑚公司呢 他就不服啊 這些巨額的罰款 跟我國 談送了多年 直到99年8月的時候 最高行政法院 駁回上訴 全案定業 但仍然欠款了 6450 56萬這些 這些錢 環保署跟法務部 他就開始合作啦 於今年的2月25號 凌晨突擊 台西南雕漁港 成功的查獲 所屬的 珊瑚瑪瑙號 瑪瑙號圈起來 為什麼他可以查其他的船子 好奇怪喔 好 這時候 重 2500噸 市價1億多元 旁邊劃線 這部分是否 可以當作我們的 船舶 所有人責任上限的一個標的 好 試問 我國環保署可否 就該債權 哪個債權的部分 就是有關於我們清償的部分 最後罰多少錢 是6000多萬的那個 不是9000多 7000多萬的那個部分 對於 珊瑚瑪瑪號 來瑪瑪號特別學生 享有 優先權 有無理由 好 這題考得有點特殊喔 但是還蠻有趣的 我們必須要先來看一下 第一點的部分呢 先 寫說 有關於清除 未清除船污的這個部分 化學污染是否屬於我們的海事優先權 就必須一個一個根據我們24條的部分去做一個 探討嘛 24條我們自己來想一遍 第一點是來講什麼 有關於神聖債權 神聖上的損害 舊塵海 勿損跟規廢 有沒有包含化學污染 沒有 所以第一點的部分呢 去除化污 非 還是優先權 去除化污的部分 去除化污的部分 並非我們海事優先權的範圍 就一款一款 我們剛剛已經背過了嘛 24條 好 所以這時候呢 法管的部分有沒有辦法去主張我們的海事優先權 就也不行 所以有關於罰環的部分 亦不得主張 因為他就是這個罰環是怎麼來的 是清除傳污而來的啊 好 那這樣這個題目就結束了耶 好 寫完這個部分呢 先去排除 他並不是我們海事優先權 第二部分呢 退步言啊 縱使認為他是好了 所謂的特定的傳播的部分呢 退步言 退步言 縱使他是 承認 承認 但是呢 為 27條所謂的傳播 必須限於同一種傳播嗎 你現在排放污染的是 珊瑚兄弟號 可是你茶器的部分呢 你是對於 珊瑚 瑪瑙號 去做一個傳播 傳播 同一性不符 就寫 就寫 珊瑚兄弟號跟瑪瑙號 兄弟 跟 瑪瑙 所以這時候有沒有辦法對於 珊瑚瑪號去主張我們的 海事優先權就沒有辦法 特別注意的是 這時候呢我們是先說明說有關於罰患的部分啊是不能主張海事優先權的 那 珊瑚兄弟有沒有辦法去主張傳播 所有人責任限制的上限 主要原因是這個部分也沒有辦法 我們 進步的追加 珊瑚 公司 也沒有21條 有關於傳播所有人責任限制 也就是他負擔的是什麼 還記得嗎 無限責任的範圍很大 好寫出來這樣子的話就完整了 所以寫這種題目呢 通常你可能會寫 寫到還是優先權的考題 你有可能會寫到傳播所有人責任限制 傳播所有人責任限制 責任限制 責任限制 另外補充 另外補充 有位同學做參考 好我們來看一下101年 經建行政考題 甲以及所有的A貨物裝載 所有的貨物一批 從布袋港一直到馬公港 在群運的途中 因為貨物裝載不當 貨物裝載不當 可能是 63條有問題啊 63條是什麼 裝卸班堆保運刊 這個部分 他可能沒有進到貨物照管 這是什麼沒關係 我們再複習 好繼續看 製移的貨物受到了回損 貨物回損 又看到關鍵字了 來寫1 1000萬 貨物回損的部分 募損 好繼續來看喔 因為專長不當 所以造成募損的部分 那A貨輪要進港的時候呢 雇用銀水人 看到銀水人就講到銀水費 一定有銀水費 我們繼續看 引導該輪 進入了馬公港 洩港的時候 銀水費3000萬元 來旁邊寫 規費 還記得嗎 24條 一向的第五款 規費 又A輪呢 金欠 船員薪資 船員薪資 200萬元 兩個月後 假 他就沒錢嘛 假拍賣的貨物的時候呢 得款2000萬元 試問 以丙丁的債權 有無還是優先權 好 他就只有這三種債權 第一個部分呢